这里是阿里云ECIS的购买页面 我选择的是共享一盒一计 然后我们看一下宽带的价格 一兆的是每个月76 当然它这里包括了实力和系统盘 一兆的带宽呢 它每个月是23 我们这样调成两兆呢 现在是99 那就是46 也就是每一兆的带宽 大约是23块钱 如果你要调成10兆左右 看一下价格 一个月那就是500多 哈喽大家好 我是MetaWorker 专注跨境 定期分享你百度不到的知识 刚刚我们看到 国内的带宽是比较贵的 那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叫Leno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速度 首先呢我是截了一张图 平值基本上是在100以内 然后它的下载速度最高可以达到5个G 这里有三个节点 它的速度并不太理想 可能也是节点问题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 我用的这台机器是两个4G的 硬盘是80G 流量是4个T每月 它的共享带宽是4个G 下面包括了一些注册的方法 那我就不说了 我们直接到Leno的后台来看一下 在这我首先建两个机器 对了刚刚我选择的是日本的 我们再选一个日本吧 然后用配置比较低的 这个是专用CPU 然后这个是高内存 这个是GPU 然后我们就用共享的一盒1G 25G硬盘 月流量一个T 共享1G 然后是5块大约是30多块钱 一个月 后面的这些我都不要 然后直接建立一下 再建一个和它进行对比 我的系统选择的都是Ubuntu 20.04 同样是共享CPU 这台机器的配置是 40 260块钱一个月 4核8G 160G硬盘 5T的流量 共享5G的带宽 这里是入站和出站 当然我们主要考虑的 它是这个出站的速度 然后我开启两个远程窗口 左边这个我登录日本的服务器 右边这个呢 是一台美国的服务器 右边的窗口登录它 我把它放到这 接下来我们先来评一下这两个IP 看一下它的速度 这个是日本的 这个是美国的 平值大约都是在100以内 然后这几个节点应该是有问题的 那如果我们要考虑建站的话呢 你看美国的服务器 它在北美区域的话 平值是相当低的 如果你要用就近的服务器的话呢 那还是选择日本 因为在东南亚和国内的话 平值都比较低 还算可以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尝试一下 把这两台机器装一下加速 因为乌邦图20.04 它已经自带了BBR 然后我们就直接使用这个BBR 直接选择4 我们再次运行以后 看到这里BBR已经启动了 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下系统优化 重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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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日本的这台服务器放到左边 美国的这台放到右边 然后这里的加速脚本和测速脚本呢 我的文章地址我会放到视频的下方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是晚上8点05分 应该就算是晚高峰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速度 硬盘的IO大约是1G左右 IO当然是可以调节的 这台机器是一盒一G这个 最高的下载速度应该就是3G左右 这台呢 是最高的是4G奥这里 这里居然达到了8月11个T 那通过今天的比较 我想大家已经发现了 就是国内的贷款 它的确是 通过今天的比较 那国内的贷款它确实是比较贵的 因为是被运营商垄断了的 机器的购买方法呢 我在下面是有写的 而且新注册送100美金 60天试用 当然它需要有双币的信用卡 如果你用我以前介绍过的虚拟卡 也是可以的 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